东林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,西林法国,拿林意大利,北林德国的中欧国家瑞士,该国最早于1674年确立中立原则,目前为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。 东林熊亚利和斯洛伐克,西林列支敦士登和瑞士,拿林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,北林德国和捷克的中欧国家奥地利,该国议会于1955年以后通过永久中立法,目前为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,东靠爱尔兰海,西林大西洋,与英国隔海相望的西欧国家爱尔兰,该国在1948年独立后正式确立其中立原则。 目前为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,东林芬兰,西林挪威,西南濒林斯卡格拉克,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,的北欧国家瑞典,该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宣布中立,是目前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,东林俄罗斯,西林波德尼亚班,南濒波罗地海,北面与挪威接壤的北欧国家芬兰,该国于二战结束后,开始奉行。 和平中立政策,是目前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,东林阿富汗,西宾里海,北林哈萨克斯坦,南林伊朗的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,该国于1995年,在第五十届连大决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,东林加勒比海,西靠北太平洋,南与巴拿马接壤, 北林尼加拉瓜的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里加,该国于1983年宣布永久中立,是目前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,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,等南欧内陆城邦国家范蒂冈,该国于1929年,开始长期奉行和平中立原则。 地处瑞士与奥地利之间的中欧国家列治登士堆,该国于1868年解散仅有了一支销行军队后,宣布转为永久中立国。